所以Freddy现在罢免团体 他们到底是在搞什么 这6600件会不会也要 严格的审查一下 会不会也有那种造假的情况 那现在还传说钟小平 他原本已经退党了 现在又说要回国民党 所以现在是连这个罢免案 跟回国民党也有什么关联吗 他今天自己就说了 他好像是说这个是 他送给朱立伦的伴手礼 送朱立伴手礼 用罢免案当伴手礼 对原来我是一个礼物 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这个朱立伦如果说 像这样子就是说他的错假率 所谓错假率就是说死人 假人的这个比例很高的这种 远超过黄杰案 远超过陈柏惟案的 这个到三成的这样子的罢免案 当成礼物给你 被在地议员跟里长都骂说作弊的 这种礼物你也收 那我想这也是国民党的一个选择 那我当然只是觉得说 当初他的这个错假率如此之高 我再走在路上就很多乡亲说 共云啊委员这绝对没过啦 我都没大家说 他如果会这样做绝对保险也会继续这样 所以他怎么可能本来很多人都觉得说 现在他都去红领包啊 怎么还有民主的去保险 我说绝对去保险 他们绝对去保险 绝对想办法去保险过这样 因为老实说 其实黄杰跟陈柏惟的这些罢免案的错假率 就已经比以前的案子都还要高了 只是说到我们的时候 居然到三成才被大家说 哇也有这样子的 而且我还要跟各位讲 以现在的选拔法来讲 选委会或中选会都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在处理这种这个重复抄写的这种笔记鉴定 也没有一个一个打电话 所以说有很多人叫 这个三成是他们鉴定过以后的这个错假 不是 这是抽检机器核定 说是死人或是假人重复的以后 其他至于大量抄写 那是抓不住的啊 那是很难 所以现在所谓大家说 有没有办法很严格的去审查 在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里面 并没有这样子的预算 跟这样子的专业人力做这件事 所以说是怎么进行 也越来越高的这些错假率 最后还是都有走到投票那一天 大家都也觉得说 像黄节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说 他的摊摊的摊位又没有人去 那些三四万个名单哪里来了 大家就知道就是这样来 都同样啊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要正面迎战 就是因为过去在每个阶段 都会有人说放心啦 不会过 一阶联署不会过啦 二阶联署不会过啦 补件不会过啦 所以不能这样的 不能有这种想法 我们就是往一定会有投票那一天 因为他就是钻这个漏洞 一直要弄到有投票那一天 那我们就是正面迎战 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这种搞法 我当然是认为就跟公投一样 他就是他妈妈一直说 他现在把这个讨论 正式的这一个机会 他都把它排挤掉 像现在我们万家最重要的是振兴啊 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说 全国现在观光景点都人满为患 开始回流的时候 这个人潮前潮都进来的时候 我们万华是比较慢的 这是因为我们今年受到疫情 这个影响比较严峻 所以说现在对我们在地来说 当然是赶快振兴 精进附中最重要 但是现在变成还要讨论 罢免这个事情啊 变成多一件别的事情来 老乱大家要过年啊 这个还要再多一个 这个在搞政治的事 而且他还大喇喇的讲说 这个就是他送给朱立伦的办手礼 我想说我们整个中间 网上30万的乡亲 都是他送给朱立伦的礼物吗 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我还是在这边希望 就是说我们要做 应该会到投票那天的打算 但是要请大家全部都要出来投 因为我也希望说 这种事情到此为止 因为过期大家都是消极应对 大家都想说不理他 会不会就没事 我们用积极应对的方法 也希望给全国 因为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已经有七八场罢免 他们已经搞了 这个有的当然是中间就没过 但是他们已经发起了七八场 我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全力的应对 然后好好的让对方知道说 不要再这样乱下去 对 中正万华不接受你们这样子的作弊的 造假的 然后一路一直弄出来 然后当成礼物去送给你们 这个国民党内部的主席的这种做法 对 外面也不接受啦 全台湾都希望说你们不要这样 继续搞下去 的确